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大未来创造力翻转新世代特别报道 我是秦林谦 我们要带您从台湾飞到以色列 16个小时的飞行距离 要带您脱离以色列给大家一般的印象 尤其要带您到特拉维夫 这个以色列的第二大城 它更是被称为中东戏骨 它的创新实力有多坚强呢 就来看看的是 包括了它的人均创业密度是世界第一 还有在美国NASDAQ上市公司的数目是全球第五 而以色列如同全球科技产业的大脑 境内有多达282家研发中心 科技产业的GDP贡献更是达到了90%以上 就带您一探究竟以色列的新创 没有来过以色列的人提到以色列大概都会贴上的是黄土沙漠或者是战火纷飞的标签 不过真的来到以色列你会发觉很不一样 这里不但有进步的现代化城市 还有蓬勃的创新力量 我的名字是オーリ 我就是一个一位的副建议 家伙伴一位的副建议 你多少年 我三十二年 我的名字是谢可·贝根 我是副建议和主理系列 GradTrain是一位副建议的市场 让人们要学习外面 我们在成为前一个年轻人的生活 我企业的社会是TinyTap 我们的一个特别特别的特别人 以色列全民封创业 尤其在有中东戏骨支撑的第二大城特拉维夫 到处都可以看见年轻新创家 不论男女带着自己团队设计处的新创商品 找机会 首先,WeCast是一个专业设计器 它使用你扩描和控制 你的专业设计器从手机 直接到大屏幕 所以你加入WeCast 到你的HDMI 然后你开了手机器 你已经有所有的照片 你的视频和照片 已经在手机器 目前以色列有多达近5000家新创公司 人均创业高居全球第一 透过科技孵化器 从2010年开始算起 每年平均有750家新创公司诞生 对于人口只有800万的小国来说 等于平均每天就有一到两间的新创公司成立 以色列被称为创业者聚集的国度 一点也不夸张 也就是因为这样 吸引全世界近300间跨国企业 在以色列成立研发中心 像苹果 三星 微软 Google 都到以色列 强买具有潜力的新创发明或产品 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有越来越多像这种隐身在旧工业区里头的新创中心 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很多都掌握了几千万美金的天使资金 简洁明亮的空间充满时尚感的设计 以色列有不少改造过的共用办公场所浮化器 快速的互联网接入以及大量工作站 每个房间就可以是一间新创公司 在以色列目前至少有22个共用办公场所 光是在特拉维夫就有10个 这些都有利于创投或新创事业的生态系统建立 像Sosa 特拉维夫目前相当火红的孵化器 合作伙伴包括英特尔、HP、IBM、PayPal、Microsoft 还有Visa等国际大企业 但不说这是办公室 还以为是什么餐厅或咖啡厅 因为真的可以在这里点个吃的喝的 坐下来好好聊新创 谈生意 逐梦想 林荣恩来自台湾的创投界就前进以色列 他专找以色列新创公司合作 一起攜手进入亚洲市场 这三四年看到以色列新创发展的土飞猛进感触很强烈 现在在台湾是面临到一个转型的阶段 台湾过去是在管理在制造 高科技也是在代工这方面它是很有优势的 但是它在创新上面可能就稍微的欠缺了 譬如说我们台湾因为要管理嘛 所以有很多的阶级制度 你不可以随时的员工不可以随时敲董事长的门 我要跟你讨论一个新建议 这是不太可能发生在台湾 但是在以色列是可以的 你可以随时敲董事长的门 看到枯墙就知道我们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来到以色列一定要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第一大城 也是他们的首都 更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 因为特殊的宗教地位 加上和巴勒斯坦接壤 使得耶路撒冷曾经被选为 全世界最容易受到恐怖攻击的旅游城市 不过它现在也被点名为 全球前五大快速崛起的创业城市 这座被黄沙滚滚覆盖的古城 如何靠着创新 找到他们城市不同的定位 新与旧在耶路撒冷有了完美结合 截然不同的文化在此交织 这是对耶路撒冷最经典的形容 但耶路撒冷并没有因为宗教观光的兴起 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化 倒是还有一股现代化的新创势力 正在这座古城快速壮大 这一切是帮助青年出身的社区 到西互书尔地区 这座古城市的形勿力 他们的兴趣和能力 为自己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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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很多公司里面对这里? 这里 我認為是14、7、25 大概是25 25 都是年輕人 最多的 好 而且最多的 不是所有的都是由芝士蘭 可能是由芝士蘭的地方 但甚至由芝士蘭 數據顯示 2012年耶路撒冷 還只有26間新創公司得到投資 2013年也只多了一間 但2014年倍增到57間 2015更是大要進到300多家新創 2017最新數字 目前在耶路撒冷 有453家新創公司 2016一整年 投資耶路撒冷新創的總金額 是7.35億美元 所以時代雜誌才會點名 耶路撒冷 是全球五大快速崛起的創業城市 Welcome to the bank How can I help you? I need a loan, please 不管是可以糾正英文發音的軟體 不管是可以糾正英文發音的軟體 又或者已經得到Google投資開發的 頭部控制滑鼠系統 所以它現在就是用20秒的時間 它可以scan我的臉 然後把我的臉鎖定 我就可以用我的頭來控制滑鼠 以色列的新創產業 就像我們意外在某東大樓外牆 拍到的這幾個中文字一樣 百家争鳴 百花齊放 但也就是因為新創多失敗率也高 從過去1995到2014的數字顯示 十年間以色列新創公司 有52%在營運中 但也有高達42%是失敗關門大吉 真正成功的只佔了4.7% 但以色列人的做事態度和精神 所有人口徑一掷 那就是永遠懷抱夢想 但不空想 而是專注地去實踐它 再來看以色列又是如何培養 他們的精英人才 先從數字來看起 以色列12%的人口 擁有碩士以上的學歷 而他們工業從業人員當中 大約是40%從事研發工作 而每1萬人當中就有135個人 是工程師居世界第一 而這個人口只佔全球總人口數0.2%的國家 卻有162位的諾貝爾獎得主 佔了全世界的20% 而且過去的20年當中 他們就拿下了10座的諾貝爾獎 他們如何做到的 一起來看看 巴菲特曾說 如果你要到中東找石油 可以直接跳過以色列吧 但是如果你要找人才 勢必要從以色列下手 這個人口面積都比台灣小很多的小國呢 在過去的20年來 卻誕生了10位的諾貝爾獎得主 而且他們被說很會做生意 還被稱為是創新之國 全球科技產業的大腦 那麼台灣能夠跟以色列學些什麼 我們來到這裡找答案 以色列或以色列移民的猶太民族 只占全球總人口數的0.2% 卻誕生了162位諾貝爾獎得主 占諾貝爾獎總數的五分之一 其中經濟和科學相關類 更是猶太人的強項 經濟學獎猶太人就占了四成 其次生理與醫學獎占27% 物理26% 化學22% 為什麼這麼少人數的民族 卻擁有如此聰明的腦袋呢 專家異口同聲認為 教育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教育和家庭 是一個地方 給你生命的意思 在家裡 我們正在鼓勵他們研究 以色列的教育一方面鼓勵孩子 從遊戲中快樂學習 從群體中發展質疑辯證 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培養的是通才 所以義務教育從5歲到18歲 免收學費 第一個篩選就是每年開學之前 全國年滿8歲的兒童 都要進行智力測試 從中鑑別出大約15% 智商高於同齡的孩子 接著還有富士 要選出7%最有才的學生 學生首先必須要有興趣 他們必須要有光亮的眼睛 他們想要學習 第二次我們有 我們有一個訪問 與學生和教育 看看這個環境 這個學校 你會談到 Itai 是一位教育 是否是合理的 他們 如果念的是公立学校 每个年级会有一个天才学生特色班 或者有些家长也会让他们致力出众的孩子 直接念专收天才学生的特殊学校 你现在学习吗 我学习学习 和什么名字 Polygons 像我们采访的这一所 有小学中学和高中部 里头的学生都经过测验被认定滋优 也因此老师在数理科目的教学方式 更重视启发还有实际操作 就是为了think out of the box 学校连设备也不马虎 教室里特制的桌椅 光一张就要台币一万多块 为的是要配合他们正是自由辩证的教学方式 在以色列的高中教室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用这种随时可以移动 然后呢随时可以跟其他同学并桌的这个教室 主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同学们这之间可以互相的立刻讨论 而且马上分组就可以变成不同的一个位置 可以说是非常联合的教学方式 以色列还有一些特色高中 只收天才学生 学校还规定必须住宿 所以这边的天才学校的小朋友都是必须要住校的 我们来看看他们房间 它很大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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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来这学校 我认识是一个选择学校 我当时告诉我妈妈我想要来这里 她笑着我 我说你会去选择学校 她真的笑着我 不只在树里科学的天分 绘画 艺术和音乐 在以色列也是强调专才培养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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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必须教他们 不仅是希望成为好科学 也好 我们也希望科学 也希望音乐 和领导人 和领导人 比尔西法 贝尔谢巴 以色列第七大城 内盖夫沙漠区里的最大城市 说是最大 人口也只有19万 空拍画面看得出来 这城市 绝大多数地区都还在开发 对以色列人来说 房子可以慢慢盖 但科学教育绝对不能等 也因此这个稍闲荒凉的沙漠大城 却有以色列第一间科学幼稚园 你好 你好 很高兴认识 你好 我是Maya 和Rashi Foundation Maya代表多间新创公司 还有科学基金会 投资管理这间科学幼稚园 为的就是把以色列的科学教育 再更往下扎根 以色列教育学龄前孩童 任何知识科学都不是用学的 而是在潜移默化的环境中用玩的 所以幼稚园第一个是营造出 充满科学氛围的环境 布置摆设到墙上海报 要不就是天文太空地球仪 要不就是科学实验 都是为了启发孩子可能的兴趣 我们从幼稚园开始 因为我们相信 在幼稚园里放在幼稚园里 如果你想孩子 成为一个兴趣的人 知道如何问问问 如何找答案 最早你开始 更好 对比台湾 在幼稚园中大班 小朋友得学数学 英文 写字 朱英符号和阅读 但以色列的幼稚园小朋友 真的都在玩 这间科学幼稚园 当然就只玩科学 随心所欲组合积木 老师只是从旁稍微讲解 要不然就是一起玩科学小实验 在DIY当中 自然而然的被启发 进而有兴趣学习 没有强迫 没有非得怎么样不可 所以这里的小朋友 总是笑得很开心 看到我们前来拍摄 还会有主动欲 要秀出自己设计的 机器人作品 而且在采访观察中 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 以色列的教室 总是好吵 想说话就说话 以色列老师不会叫你安静别吵 想爬来爬去那就爬吧 老师也不会阻挡限聚 所以课堂中没有一刻是安静的 唱歌那更是要大声唱 以色列允许孩子们在混乱中成长 甚至争吵 因为孩子之间的互动摩擦 都是训练他们懂得群体意识 却又能独立思考的一个最佳机会 这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 哈伯鲁塔 哈伯鲁塔 学习法 我们一起谈论 我们讨论 我们不一直在认识 但是群体有特别的能力 我认为 所有的文章 写在问题的学习 和项目的学习 和游戏的学习 他们都基于哈伯鲁塔 而这样自由 开放独立思考的教育训练 也延续到小学 甚至有学校做了大胆的创新尝试 但可能也就是 泰国自由开放的学习环境 让以色列的孩子 在一些学习能力的国际评量中 通常没拿下好成绩 根据每四年一次 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 在最新2015年的评量显示 以色列八年级学生的数学排名 从2011的第七位下滑到16名 科学排名也从第13下滑到第19 另外一项OECD评鉴学童 学习能力的评量中 最新调查 以色列数学只排41名 台湾第4 科学也是41名 台湾第13 但明明以色列的科技成就 新创公司诺贝尔奖得主这么多 怎么中小学生表现不出色 难道长大突然变聪明吗 其实不然 而是以色列的教育方式相信 每个阶段重视的面向不同 向孩子快乐学习 启蒙对科学知识的兴趣 接着训练思辨质疑 问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孩子进入高中大学 更进一步的教育养成 将会让孩子自己知道 喜欢做什么 要往哪里去 这里是深圳的保安机场 根据统计2016年 它的旅客人数吞吐量 已经突破了4000万人次大关 而且大陆的135 也明确规划深圳的机场 是国际航空枢纽 可见深圳这个新崛起的创业城市 它的地位有多重要 不过大陆的创新蓝图 可不止步于深圳 上海是大陆的金融中心 他们计划从2017到2019 短短的三年之内 就要在上海打造 30个工业互联网的标杆工厂 虽然有人说 上海人是宁愿当白领 不当首领 不过在大众创业的浪潮之下 上海人的创新种子 已经被唤醒 上海的东方明珠塔 和周围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见证上海商业与金融业的繁华 而这里一大早排队 等着进入场馆的人潮 这个美赛发掘 科王举桥的汉号与金融业的浪潮 则是让我们看到 来自电子科技新创产业的繁华 亞洲第一大電子展 慕尼黑上海電子展 吸引了來自全球 28個國家和地區 多達2100多家企業參加 全部展區大到得分三個場館 一整天逛都逛不完 你也知道上海是 中國的一個經濟城市 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經濟之都 從上海這邊可以輻射到 整個華東地區的一些地區 以及相關的一些城市 包括我們可以輻射到華南 甚至於華北很多的一些觀眾 也會到我們這個平台來看 所以我們是把上海 作為我們最重要的一個 展會的一個平台來看待的 進入上海就等於進入 中國大陸市場 說出了上海的重要性 再加上一直以來 上海不同於大陸其他城市 最突出的優勢就是國際化 春江水暖鴨仙芝啊 這上海是最先遇到的 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根本出六就在於創新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更點名上海 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張江高科技園就是其中一個重要載體 進入園區 首先被一個個熟悉又新鮮的路名所吸引 他們要向這些東西方著名的科學家致敬 以科學家的名字來命名 南北巷道路是西方科學家 像知理路 潔力略路 哥白尼路 艾迪生路 東西巷則是中國古代著名科學家 高斯路 祖沖之路 李石真路 還有蔡倫路等等 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上海浦東 在新興產業集聚的張江高科技園 上海市與中科院合作 建設了上海同步輻射光源 張江高科技園以生物醫藥 集成電路和軟體三大產業為主 有50多家跨國公司的研發總部都設在這 外企研發機構近200家 科技型中小企業4000多家 上海對外的國際化部分也好 包括城市的配套也好 相對其他城市來說會有它的優勢 那麼包括它的一些科研環境 一些信息 還有一些各種交流的活動和會議 那麼這種頻繁的層次的話 對於這種創業者來說的話 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和深圳是以硬體產業鏈 輻射出上下游完整的新創環境相比 創業者選擇上海 主要是這城市的商業氛圍 爭取研發成果在上海轉化 一直是上海科創的重點發展 科技成果轉化簡單來說 就是把原本在實驗室裡的科學技術 如何能夠商業化換成錢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的話 就是幫那些科學家的話 把他的創業難度降低 很多事的話其實他並不正常做 那我來幫他去做 專注科研成果轉化的意識科學集團 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到企業科研專家 2014年成立平台到現在 已經有4萬多項前沿科技成果 小東西的話其實可以決定一個國家的一個科技水平 比如說的話然後我們現在看那個小東西的話 它是一個很小的零部件 它叫光電備增管 那麼這個東西的話是運用在很多大的設備上 像火箭像航母像導彈 其實這個領域呢 然後被日本的這個某一個企業所垄斷 但是目前說我們有一個團隊 我們浮喊團隊在北京 他花了10年時間的話 然後其實國產化的這個設備 去打破了日本的那個企業的垄斷 大眾創新 萬眾創業 上海鼓勵年輕人搞雙創 像是以生命健康 文創 物聯網和互聯網 為主導產業的上海金山科創員 還特別設有青創基地 像這個市科委的科技企業孵化器 還有人保局的這個創業示範基地 這都是有一些特定的政策和資金的支持的 它有很多的官方的一些政策的配套疊加在這裡 從政策到資金 配套全部到位 就是要降低初創者 認為在上海創業成本門檻高的擔憂 甚至還有專為女性創業者服務的孵化器 就吸引安徽女孩珠珠來到這 決心從普通的職業白領 轉身成為現在擁有自己面膜品牌的美麗女強人 這個就是我們用那個靈芝做的純生物發酵原椒 原本就在化妝品公司 從事研發推廣工作的朱朱 從網上論壇開始 因為常常發布護膚知識的帖子 積累起鐵桿粉絲 讓她決定不想再打工 想自己研發保養產品 而金山科創原理就有面膜製造工廠 解決了她創業初期 產業鏈和技術上的問題 就是現在比如說 兩兩一增一打開 就是或者我的銷售平台啊 我的微信啊 四十秒天可能一打開就七點多 六點多就有很多回復的 可能到晚上十點多還是有 就一直在回復 不管生意量大小 把所有客人都當朋友來經營 是朱朱所堅持的創業態度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16的城市形象宣傳影片 就把上海定位為創新之城 深圳也被說是新崛起的 新創之都 亞洲戏骨 可見中國大陸想成為全球新創大國的野心 而且是依照優勢點 不同城市各自努力 剛剛我們看了上海的新創發展 稍後回來我們要繼續帶您前進香港 來看看這個亞洲金融中心 又是如何生根新創產業 馬上回來 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 香港最近正吹起了一股新創的風氣 要帶您來看2015年底 MIT麻省理工學院全球首間的新創中心 就落腳於香港 同一時間香港創新及科技局也正式的成立 另外就是我所在的香港科技員 也大力的推動香港新創產業環境的發展 他們廣納全世界各地的團隊進駐 根據港府的調查數據顯示 2015年香港的新創公司大怪是1558間 不過到了2016年是大藥進到1926間 香港主要是利用它自身的優勢 包括了它一方面可以成為前進大陸市場的前哨戰 再來就是它本身是一個亞洲的金融中心 也因此它比較容易能夠吸收國際資金的投注 還有就是香港頂尖大學科技技術 高端技術的一個移轉 所以香港的政府主要鎖定在生物科技醫療企業上面 就帶您來看看香港如何跨出金融業 他們來發展新創產業 請問套跟車門 說起香港的科研新創歷史 就要從他們非常熟悉的巴達通開始說起了 因為香港是全世界第一個使用電子貨幣的地區 好像聽說過 不知道 記得記得 真的嗎 我不知道 隨即訪問香港民眾 知不知道這段光榮的新創始 香港的巴達通可是世界上最早發展 也是最成功普及程度最高的電子貨幣 不過多數港人似乎不那麼清楚 就像新創這兩字 原本也跟香港沒那麼有關係 由金融辦公大樓勾勒出的天際線 依舊是香港最搶眼的景色之一 香港被公認在全球金融市場舉足輕重 亞洲的金融中心 但不同於許多地區早就要捲起一股新創浪潮 香港的新創產業這幾年才開始急起直追 提任到香港經濟必須靠新創才能轉型 他是香港科技人行政總裁黃克強 負責香港新創產業發展的重要推手 他所領導的香港科技園 更是培育香港本土新創企業的指標機構 這個有點像超大飛行船 又被稱為金彈的建築物 是香港科技園最著名地標高坤會議中心 以曾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仍稱光鮮屈腹的科學家高坤所命名 園區比臨香港中文大學北邊不遠就是深圳 造就此地新創產業的一級戰略位置 主要鎖定生物醫療電子材料智慧城市等創新領域 科技園裡面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進去科技園工作的話 每一公司必須要去做科研才可以 不是說誰每一家公司進去都接受的 這裡其實環境是世界一流的 沒得講 別看清這一隻隻小魚 牠們是超越白老鼠的斑馬魚 研究員得細心照料 如果這個觀眾相差 比方說明天有十樓的關別的時候 牠也不刷牌 每一個管線總共控制了多少東西 這個主要就是攻擊這個燈光 因為這個魚是有不同的燈光 太光的時候牠們不習慣 太硬也不習慣 落腳於香港科技園的港商 水中營生物科技 首創全球獨家 轉基因青腔魚以及斑馬魚 胚胎獨立測試技術 能夠辨識出超過千種 不應該出現在食品或產品中的毒素 燈光魚就是它越移光的話代表 越光的話毒素越多 因為比如說像你吃了一個東西對吧 你可能感覺肚子不舒服 但你沒有量化的話 就不知道多還是少了 我的原理就是我植物到你身體裡面 然後你吃的東西你不舒服 你就會自己發光 你越光的話就是那個東西越毒了 這項生物檢測技術 目前已經導入台灣 更獲得歐洲不少國家政府部門 學術研究單位 跨國化妝品集團及食品集團的認可採用 創辦人80後的陳子祥 談起在香港走上科創這條路 還真的很不容易 當時包括很多投資人也會這樣子去 去就冷嘲熱諷啊 比如說我又不是你媽 為什麼要給錢你對吧 就我記得當時碰到上百個 幾百個天使投資者吧 就講我們的理念 講我們的技術 但是大部分的投資者都覺得說 首先呢你一個還沒畢業的學生對吧 然後他覺得你這麼多錢都沒見過 怎麼敢交給你去打你這麼多錢 另外一個呢在生物這個領域 或者說在這個香港這個領域的話 他就覺得他投這個項目 我當時就跟他講 可能三五年內不一定能夠回本 他覺得三五年我炒樓就炒了兩轉了對吧 他也是覺得這個東西的話風險很大 但香港有頂尖的學術背景 再加上開始有像香港科技園 這樣的科研環境平台支持 陳子祥堅持走下去 也證明自己走對了 就我們一開始是三個學生 去參加這個商業比賽嘛 但去到最後真的是選擇 究竟你是真的去創業 還是去高肯定所少的金融行業裡面的時候 有兩個學生就去了金融行業 只有我是留下來的 我覺得如果沒有抓住這個機會 而選擇了另外一方面可能看起來 短期更容易賺錢的一個機會的話 我覺得我會後悔 但現在五年後 七年後看回來 發現是我另外兩個同學後悔了 不只銀光魚 香港科技園裡 還有香港理工大學與醫療科技公司 合作研發的機械手裝置 如果機器在動的時候 會不會對你產生某一些不適應 或者哪裡真的不好 我們會做一下檢查 原理是神經重塑 藉由練習復健 喚醒中風病人 腦細胞控制手部的活動 你看好多空出來的部分 保持它的強度 堅堅度 然後我們再加上一個承托它的 這裝置已經得到歐盟認證 還推廣到德國等醫療開發技術 先進的二十多個國家 香港科研出人頭地 可以自傳 很窄的地方都可以行得到 很窄的地方 所以有先想到適合香港的一些動線 還有一些地方 比如室內環境 比較狹窄 辦公室都可以擁有 還有像這輛回轉半徑極小 適合香港狹窄室內空間的電動輪椅 被稱為輪椅中的特斯拉 它還有自動避障等輔助功能 是電動輪椅首都被加入汽車概念 在香港研發兼組裝 百分百港產的科研成果 將數以萬個如果 變成香港的成果 香港科技園作為科創基地 到2017年 已經培育超過737間科創公司 累計取得931項知識產權專利 總共募得約17億港幣的 天使及風投資金 在香港做一個科研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就很誠實 因為不可能一個城市把什麼都做 尤其是香港聚集了很多 在高校也好 在研究院也好 這方面的一些博士 一些專家 但如果你說真的是要 往一個市場方向走的話 國內或者美國 肯定是更大的 異議點出香港新創的優勢 還有問題 這可能也是很多人 替香港所擔心的 眼見周邊城市深圳 新創崛起快速發展 不管是創業率 融資金額 香港都相對失色 那香港 該怎麼辦 如果我們單單看 深圳香港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 存在一個 直接的競爭的關係 因為深圳 現在都可以說 變成一個 好像西里克貝里一樣 香港 你剛才也說的是一個 全球的金融中心 某方面香港 就是好像 這個紐約 那紐約跟 西里克貝里 比如說 你根本 不存在競爭 同樣都是 新創中心 孵化器 走過深圳 上海 再來到香港 我充分明白了 香港人會有自己一套 發展新創產業的模式 從深圳上海再到香港 面對大陸新創產業的 發展浪潮 台灣又是怎麼做 稍後回來 當深圳被稱為 亞洲矽谷 上海也力拼科研成果 而香港呢 更是 急起直追 他們的新創產業 要利用自身 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成為前進大陸市場的跳板 那麼台灣呢 總統蔡英文在選前 就提出了亞洲矽谷的政策 而在上任之後 國發會更是通過了 亞洲矽谷方案 編列了113億的預算 這也成為了政府未來8年 相當重要的產業經濟政策之一 不過台灣的投資環境 對於新創業者來說 是夠友善的嗎 配套的政策 又是否充足呢 就帶您來看看 這些在前方打仗拼命的 他們創業行程 8.55 喔 OK 今天早上要去春園 所以你拿到後製要去體驗 OK 對 然後踢踢之後 可能兵分兩路到晶安課 背著背包加上一卡登機箱 移動快速分秒必爭 他們說自己是新一代的 行李箱台商2.0版 所以每天都在機場這樣子趕 是 沒錯 那今天趕到 現在是第幾趟 從哪裡到哪裡 我們今天就從上海的南邊 一路坐了快100公里 坐計程車到這邊來 然後現在要趕去深圳 現在到深圳 對 還有幾分鐘 現在 登機時間剩7分鐘 是真的剩7分鐘了 剛從上海拜訪16個小時客戶後 馬上要飛到深圳 等著的是接下來三天 八場代理商洽談 外加五場飯局 今天一大早要去哪裡 今天一大早要去哪裡 今天一大早要去 把客戶做新產品 這樣很早 八點半 真的很早 而且週末星期六的大陸 很多公司照常上班 你想週休二日 當然可以 想談生意 也當然能約 星期一上班時間再談 但是 每次來整個天際線 都是不一樣的 他們知道 只有更快更有效率 才有未來 才能呼吸在新創時代 我們還有很多工程師 都在外面今天就上班了 現在這裡很競爭 對 非常競爭 舉番手機 平板 筆電 通訊設備 在出廠前 都必須詳細檢測效能 而雷浦科技的新創 就是要不斷研發出 能夠滿足各種測試方法 與功能測試機台的元件 並且預測 下一步測試需求所在 提供解決方案 給這些製造業者 除了美國 大陸這幾年在科技 及新創產業的發展 理所當然成為最大市場之所在 台灣能進來這邊最大優勢 還是享受這邊的市場 我們問過滿多台商 最重點是我們都還是希望 政府能夠有一個平台 讓我們做一個 類似像國家隊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我們台商比較 比較分散 大家都是操作各自的 比較少一個大家一起 想辦法去把一個平台 整個建立起來 2.0版的新創台商說 台灣科技不是沒技術 而是少了那麼一點 上下游整合 一起把餅做大的團隊感 才結束深圳拜訪 馬不停停又得回到上海 有更重要的是 他們得找個廠辦 還有準備電子展的餐展 上海大門敞開 誰都有資格進來 但沒有在地的落腳處 就少了那麼點 深耕力道 這邊是德國中心 這個在德國中心 其實屬於面積比較小的 一個木型 它只有94點 但使用面積的話 應該是57點左右 那現在價格 進來這邊好生存嗎 非常的貴 大概跟景清晴比起來 大概是漲兩到三倍 甚至更高多 看了不下十幾個地點 可是載跪還是要來 這場商機布局的旗 盤算得並不輕鬆 但上海政府的企圖 與招商優惠 還是反映在科技園區內 幾乎沒有空位的外資公司 與新創公司林領 黃埔江的另一端 一樣有台灣新創青年 決定不留在台灣創業 而是落戶上海 背包上全是一堆吊飾娃娃 這是26歲廖子萱 最小女生的地方 但關於創業這件事 這個女生比許多人 還要勇敢有想法 他們說妳是第一個 進來的台灣女生 對啊 然後妳跑的大陸多少城市 我嗎 因為我小時候住在東 就是住在大陸 所以跑滿多地方 請進 請進 這只有妳的辦公室 對 這只有我一個人 這只有妳一個人 妳不是說妳公司有三個人 正常來講 這只有我一個人跑全 花了幾個月時間 奔波在大陸各大城市 廖子萱最後選在上海 賣台灣的有機蔬果 現在那麼多人在做 協助小農在賣東西 在國內在台灣在賣東西 我跟大家走不一樣的方向 我走國外 最主要還是上海政策比較快 上海自由貿易區 就保稅區的所有政策 比較快 那時候之前有做一些什麼功課 做功課啊 做功課啊 做功課一定有 因為創業每分鐘每秒都在 吸收各國的資訊 尤其是我們想要做的是國際的生意 東西很多 開放完整的貿易政策 是廖子萱在上海創業的重要原因 再加上龐大市場 努力又衝勁的她 所經營的台灣有機蔬果 城市小農 已經跟大陸多個電商平台 建立合作關係 並嘗試開設實體電 向線下發展 台灣青年現在 我覺得啦 一定要走出來 走出來看看 絕對不可以或不可以再回去台灣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一直在台灣困賞 這個充滿膽識的女生 希望自己小小公司 能為台灣有機農友 搭建起通往大陸 唐大消費市場的橋樑 這套系統你可以在家裡種嘛 這個種的就是薄荷嘛 你可以在台灣 現在不是很多人喜歡開咖啡嗎 你就在自己咖啡 怎麼勉強都種薄荷 進去的話 就是一個天然的空氣清淨機 她是研發立體種植的台商謝孟臣 蔬果農藥危機 讓謝孟臣一直思考 有什麼種植方式 可以不占地 不用土 不需農藥 就可以種出菜呢 她和另外兩個朋友共同創業 開展出像這種家庭式的 小型立體種植裝置 她就是讓那個水 直接不要在裡面流 不要在裡面停流 而一直在旋循環 因為這樣子的話 她那個根 她永遠都有 都有跟有氧氣 可以跟外界呼吸 而且組合式的就是 比如說我自己是自己家裡面 我只想要一面牆 我就可以買一面牆的 是啊 或者是你要兩面牆 你買兩面牆 用電量相當於一個燈泡的電量 一個星期 只需要兩公升的家庭飲用水 就可以種出25顆蔬菜 而且不需要任何農藥 環保又安全 但為什麼選擇上海創業 不在台灣呢 像我們這個技術 多多少少 它事實上是一個 科技跟農業的一個結合 那在台灣 科技 主殼 農業 雲林 都是很發達產業 但是為什麼在一起以後 我們就不會在台灣搞呢 就是因為沒有這個市場 第二就是說在人才方面的話 是 台灣不是說沒有人才 但是對有 我講直接一點 我覺得對有世界觀的人才 還是少了一點 綜合三個在上海打拼的台商新生 當兩岸市場大小 本來就無法比擬之際 台灣新創如何找到自己的立足點 北京政府 上海 深圳 可能他們的政策 會比台灣的更優惠一些 然後更與時俱進一些 你覺得如果我一直留在台灣 今天我能做出一個工廠嗎 所以這就是一個選擇了 早在2009年 就在大陸成立創新工廠 專門投資新創公司 被稱為華人世界青年導師的李開副 還這麼說 台灣有特色 新加坡作為最 對外國人最友善 香港過去走得很慢很慢的 最近也在加速 所以我覺得台灣應該學習的 就是新加坡 以色列 香港 這個是比較務實的學習 真的不要限於說 深圳在做硬件做得很好 我也要跟他學 北京在做人工智能做得很好 我也要跟他學 那各有各的優勢 為什麼不可以做牛肉麵 你之前講說良率提升那個後來 他學習的做 終究還是要回家 台灣北部的三科要地 內科 南科 細科 是科技製造的分部所在 從選前到上任 就一直力推 台灣亞洲矽谷政策的小英政府 如何讓台灣 在創新製造世界的戰場不缺席 思考角度和政策配套 或許該更快更廣一些 才不會讓努力2.0版本的新創台商們 留下更多的試探心 當然看台北是比較熟悉啦 但是在上海看的 是不是可以更廣闊更遼遠 台灣大未來創造力翻轉新世代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秦林謙 我們再會 我們繼續再見 我們繼續再見 SUSPECTIBO! 進這邊 馬德 表現 我們的 擊 噢 他們 先 和